我没看错吧 是他 他们不是离婚了吗 你还好吗你 我能有什么事 看你这样 笑比哭还难看 他今天跟我说了 跟前妻见客户 没事 走吧 真没事 走 你 还好吧你 你要不要给老齐打个电话 打什么电话呀 我都亲眼看到了 你可别冲动啊 我不冲动 我冲动什么呀 我一点都不冲动我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现在状况特别不对 老齐离你你就心花怒放 他那边万一有什么状况 你就像现在这样 失魂落魄的 你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生活呀 哪有什么自己的生活啊 自从我跟他在一起 我工作没了 跟家里都闹掰了 我除了他 我哪有什么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你还是给他 打一个电话说清楚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等会儿啊 好 我知道了 我有点急事我先走了 你好好的啊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嗯 哦 正是女后 谢谢 好 来 买个女后 国座室 先生 您不早 谢谢 谢谢 您要不要先接一下电话 刚才就一直在想 没关系 不重要 是不是她 听说 你说 你要娶她 哪儿来的消息 看来是真的 我记得我们离婚的时候 你说你不会再娶任何女人 怎么 反悔了 我现在是没资格管你 但是你跟这个女人打得火热 我怎么有一种 上当受骗的感觉 永远 当时我们离婚的时候 我的确认为自己不会再结婚了 我没有骗你 但珊珊这个女孩她不一样 对 不一样 她比我好多了 你别这样好不好 老七 我们和其他普通夫妻不一样啊 离婚了 不见面 你想跟谁结婚跟谁结婚 我们私下是断了 但公事还在一起 还要经常出来见面 说实话 你要老是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我心里接受不了 对了 老七 你们公司 多少还要靠着我们公家帮衬着 你要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这么快 你不在哪里 你不在哪里 就不在哪里 你又在发什么疯啊 一晚打了二十几个电话给我 什么事儿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要见客户 我要见客户 我都看见了啊 咖啡馆 你跟你前妻